盘点蛋仔岛中出现了三只NPC系统蛋稻草人 快叫上蛋搭子一起来看看 你们都见过吗 首先来看第一只NPC系统蛋稻草人 它是一只细迷稻草人 如果你在蛋仔岛见过它 那么请点一个赞 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 我们发现这只细迷稻草人 NPC 它非常的诡异它 每天都在朝着空气挥手 并且 当我们蛋仔用肚子撞它一下 它就会飞得很远 为了小伙伴们 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 因为我设置了 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 不信你可以试试 再来看第二只NPC系统蛋稻草人 它是黑色童话稻草人 它是正常童话 稻草人的变异版纯黑色 只在蛋仔岛夜晚出现 而蛋仔岛中的正常NPC 比如流火精灵55 可以看到它是白色的 并且五官全部都是存在的事 可以看到眼睛和嘴巴的 而这只变异的纯黑色童话稻草人 我们看不到它的眼睛和嘴巴 非常的诡异 再来看最后一只NPC系统蛋稻草人 它是童话稻草人正常版 仔细看它就非常的正常 皮肤颜色可以看到是白色的 并且眼睛和嘴巴也是存在的 这就是蛋仔岛中出现的 三只NPC系统蛋稻草人 小伙伴们 你们都见过它们吗